遼寧艦是不是我們就能派RF16上去陣燈 這個拍到照 我想你們也很清楚 我們這個所有行艦針的手段是非常多的 這個是其中手段之一 那麼我們也很... 怎麼說我們這次是有的 但是呢我們為什麼沒有公布 很簡單 我們因為他們在之前已經講 他們是一個研討的訓練 而且日本已經把他的事情都公布了 因此我想我們沒有必要再做一些這些動作 我想我們應該把自己的實力欲隱藏 而不是說我們故意要展示我們有什麼實力 最重要的事情在他們這個航空中間 我們都不要互相的朋友 他們也非常遵守沒有進入我們的ADIG 而且在整個的演訓過程中間都非常的平衡 我們都有掌握 保衛國家是我們的責任 保衛國防變成我們這個不可行貸的職責 我們會盡量的訓練 請國民放心 請大家放心 東部海域也有潛艦派出來訓練 在東部海域也有潛艦派出來訓練 這個我們不便透露 真的不便透露 好 空間這幾次的聯辦的動作 是不是對東部地區過去都認為是後山地區不會受到威脅 但是現在來講 是不是全台灣都能在洞艦派出來訓練 這些我們在 譬如說像這些事情 我們在我當年二次長的時候 那是在民國87年88年 我們已經研究過這些問題了 所以這些在我們來講 都是在我們的對策之內的事情 請大家放心 過去花蓮都是被人家稱為後山 可以說是中共共軍的武力可能不會到達的地方 但是現在已經繞過來了 對於您在後山這邊的情況 會不會整個任務更重壓力更大 這一點對於東部的戰備 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都有做好萬全的準備 包含空軍包含陸軍 海軍那天 因為現在遼寧艦才剛通過東部海 這一部分陸海空三軍在東部 是完全做好準備的 尤其像最近的新聞所報導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國防部是完全在掌握之下 完全能夠處理 尤其是我們空軍戰鬥機的飛行員 是20小時在警戒室待命的 隨時空中只要有狀況 我們可以立即升空攔截作戰 全國國人可以放心 你說繞到東部來是衝著加山 這一點我就不曉得 那是真的 那有說 dud 而且可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